好 下面由我来主持接下来的嘉宾发言环节 首先我们有请北京大学赵阳教授就新中国汉语教学70年探索符合汉语特点的教学规律 以这个为题发表他的演讲 首先感谢赵教授 赵教授有请 好的 谢谢李院长 谢谢叶老师的邀请 使我有机会跟老师们交流 我去年六月在罗兰大学访问十天 给我的一些特别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培训的主题是跟线上教学关系比较紧密 我最后可能要讲一点线上教学的 前面做一些简单的背景介绍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的新中国汉语教学70年 因为今年恰恰是 而且就在12月 是新中国的汉语教学 新中国的来华留学就是始于汉语教学 而汉语教学始于什么 始于哪块呢 就始于我们这个中东欧 中东欧的学员来北京学习汉语 来勤化大学 我前面很简单的把这个背景介绍一下 声音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赵老师 好 我主要讲这几个方面 新中国汉语教学的发端 作为学部科事业的汉语教学 还有教学法的引接英语创新 最后讲一下汉语教学法发展的展望 特别专门讲一讲这个信息化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挑战吧 那么新中国汉语教学的发端 就是1950年12月 四名匈牙利学生 五名罗马内亚学生 五名法加利亚学生 抵达清华大学 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学班开课 1951年的1月到9月 十名波兰学生 八名杰克斯洛伐克学生 和一名匈牙利学生 加入专修班 所以新中国汉语教学 是70年前开始 正好是1950年12月 开始是来了14名同学 后来又有19名同学加入 所以一共是33名同学 所以正好70年 当时这个专修班的教师 那是邓一教授 邓一教授40年代 是担任赵燕任的助教 然后在哈佛大学 清华大学教务长 校务委员会副主席 物理学家周飞元担任办主任 而且这个办主任不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由国务院任命的 当时叫政务院 由政务院任命的办主任 还有一位大人物 语言学家 吕淑湘先生 担任的外籍学生 管理委员会主席 负责管理留学生的 汉语教学工作 那么1952年院系调整 这个班就到了北大 更名为北京大学 外国留学生 中国语文专修班 也就最初的 它叫东欧 实际是中东欧 你看我们这个五个国家 匈牙利 罗美尼亚 巴加利亚 波兰 杰克斯罗伐克 那么521院系调整就调到北 这个班呢到了北大 更名了就外国留学生 中国语文专修班了 所以后年呢 2022年是北京大学 汉语教学70年 我们会有一些纪念活动 这是当时的一幅照片 这个应该是到了夏天了 这个是冬天可能刚到的时候 据说当时是罗马尼亚 匈牙利政府 跟当时的中国的政务院总理 专来联系 说我们要派学生到中国去 中国马上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什么时候联系呢 是50年的9月份 然后中东这几个国家 就选拔学生学员 坐上火车 经过半个多月 行程到达了中国 到了北京 这个呢是这张照片中 比方前排右边第二位老师 叫邓 叫杜荣 当时是专系班教师 杜荣先生呢 现在仍健在 101岁了 当时是东欧交换生 中国人专系班教师 那么这是50年的时候 70年前 新东国的汉语教育开始 那么新东国成立之前 有没有汉语教学 你也有 但他没有建制 没有建制就是说 大学里呢 并没有这样一个单独的一个机构 这就是汉语教学的先驱代表人物 赵元任先生 赵先生呢 他在22年24年 他当时就提出了 叫外国人汉语 他提出了一套理论 木剑不如耳闻 耳闻不如口读 实际后来呢 就是汉语教学的一个听说法 尽管他没给他命名 什么法 什么法 但实际他是一种方法 说提出来呢 通过认识方式汉词 来学习中文及语言 固然是一种正规经典式办法 但是虚实很长 对外国人尤其困难 1925年 上海商务艺书馆出版了 赵元任为外国人学习国语而编著的 国语留学生教程 后来呢 有一些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 被派到国外去教汉语 比如27年28年 魏建中 很有名的语言学家 在朝鲜京城大学 教汉语口语 教材呢 用的是刘厄 清朝的那个作家 刘厄的老财游记 说这个教材能 这个小说能用作汉语教材吗 其实呢 如果是一个优秀的汉语教师的话 我觉得他对教材的要求可能不是那么高 为什么 因为教材是有限的 但教材的开发很可能是无限的 你给他一本教材 他如果用的不好 只要他有一些基本的素材 基本的词啊 句啊 字啊 他马上他可以拼装 那么1938年呢 赵延任在夏威夷大学教汉语 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技术训练 而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 所以人们呢 对汉语 就是留学生 外国人学习汉语 对这个认识呢 是一直是有发展变化的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 1950年东欧教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他教的是中国语文专修班 实际这就是一个认识的变化 当时还认为呢 至少是主流的学术界认为 教留学生汉语 跟教中国人的汉语是一回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名称还叫了语文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学生叫语文课 留学生是汉语课 语文课就是语言文学 特别强的这种文学教育 而汉语课呢 是比较注重语言 到了高级阶段 可能会有一点点文学 但文学呢 也是为学习语言而服务的 像赵燕任先生这些观点 也是有一个变化过程 我就很快地过一下 前面这段历史 四四年呢 赵燕任在哈佛大学 举办两期汉语培训班 教学呢 是大班授课 小班辅导 大班呢 可能几十人 小班的九到十人 后来美国的明德属校 Middlebury这个属校 采用这个模式 其实呢 这个模式呢 被称为明德模式 Middlebury model 是这个Middlebury model 明德模式呢 就是赵燕任先生 当时提出来的 现在美国的 现在美国的这些比较著名的 基础大学的汉语教学 仍然采用这个模式 你比如说 西北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圣武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仍然用这个模式 只不过呢 现在的小班更小了 现在大班可能也就是 九到十人 可能都不到 小班就是一对一 一对二 最多一对三 比那时候呢 就是人数更少了 后来呢 还有一个教授 王明元教授 在国外 在耶鲁教 在哈佛教 后来回到北大呢 在北大西语系教汉语 当时早期的汉语教学 就与赵燕任王明元代表 就让学生尽可能多地 接触汉语上 还有就口语式基础 无论学习目的是什么 首先学好口语 还特别重视语言结构的教学 按部就班情语言三要素训练 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们呢 再把这个目光放得远一点 就是早期国外的汉语教学 是怎么回事 那么最早创设汉语 中文教授席位的是哪呢 是法兰西工学院 1814年 两百多年前 他有个席位叫汉文 与达旦文 马文语言文学教授席位 就是这一个教授席位呢 他是要负责这三种语言 是吧 是1814年 然后1841年呢 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开设中文课 那个时候开设中文课 1841年清朝 正是闭关锁国的时候 当然发生了鸦片战争了 1840年 1840年 鸦片战争 实际是中西方的交流呢 那是很少 因为清朝采取这个闭关锁国嘛 那么西方为什么要开始这个中文课呢 实际最初学中文呢 都是把汉语 把中文作为遥远的东方的一个 什么呢 一个遥远民族的一种神秘的语言文化 有这个味道 有点这个 富家子弟 来去赏玩 去玩 有这个味道 那么1825年呢 罗伯特·马里逊 在伦敦创办汉语言习所 但是汉语言习所呢 只存在了几个月 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汉语教师 这个你看Morrison 如果按汉语 现在的翻译的话 应该叫莫里森 但是为什么这叫马里逊呢 这是马里逊 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马里逊呢 是第一位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 新教传教士 就是Protestant 新教的传教士 过去早期的 比方说16世纪1583年 来中国传教的像利马斗 他们都是 就是天主教的传教士 他是新教 他将圣经的译成了中文 电机出版了第一部 汉语词典和华语词典 而且在中国也做了很多好事 比如说办医院 办学校 马里逊 1838年 伦敦大学学院设立汉语教授席位 成为英国大学汉语教学的开端 那么说到英国的汉语教学 我们可能想到一个 威托马式拼音法 也叫威氏拼音 由英国人威托马 Thomas Francis Wade 威托马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他们创制的注音规则 威托马呢 1871年任英国中华公使 1883年回国 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个汉语教授 直到1895年去逝世 他以罗马字母为注音 汉字呢 为汉字注音 创立了威氏拼音法 后来呢 跟那个Giles 这第二人 建权大学第二人汉语教授 少家修订 就合称呢 这种WG 就威氏拼音法 Wate Giles System 威托马呢 出了一套书 语言字尔集 前几年北京大学书版社 又出版了 很有意思的一套书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拼音 就是维托马式拼音法 Peking University 为什么不叫北京 Peking是当时的 韦氏拼音 用韦氏拼音法 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 清华University 清华也是 毛泽东是这个拼音法 孙亚信 孙中山 孙一仙 下边这个呢 Chan Kai Sheikh 这个蒋介石 这十几年前 中国一个学校的 一个历史学的副教授 出了一个大笑话 他把英文的 中国历史的著作 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把这个人呢 Chan Kai Sheikh 翻译成了蒋凯深 这是一个大大的笑话 太不该出的笑话 一个历史教授 Chan Kai Sheikh 就是蒋介石 最后这国民党的KMT 国民党 那么1876年的 一路大学设立汉学专业 我们叫荣宏 是中国留学第一人 他为这个汉语专业的开设呢 做出了贡献 1887年 柏林大学成立东方语言语所 是德国第一个教授汉语的机构 那么西方传教士 对汉语教学 是有很大贡献的 现在我们 比方刚才我们说立马斗 他本人呢 他就发明一套拼音法 后来呢 对汉语拼音方案 是有作用的 这些传教士呢 是叫Cambridge Seven 剑桥七侠 他们是1885年 来中国传教 有七个剑桥大学的学生 有一个皇家 皇家军事学院的学生 当时穿着中国的衣服 长篷马挂 这个图片的右侧的这一位呢 就是马里逊 他是第一位来华传教的 这个新教的传教士 那么传教士对汉语教学的 贡献在于什么 主要是一个评计方案 例马斗 他出了一本书叫西字奇迹 他有26个生母 四个运母 就是一个评计方案 但对这个汉语评计方案 贡献最大的是金尼格 是一个法国传教士 有人把他成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 所以后来我们说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总把周有光说成是 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每次有这样的提法 周有光先生都否认 说我不是 为什么 周先生呢 周有光先生他说的是事实 因为汉语拼音呢 他是几代人智慧的结晶 所以汉语拼音方案呢 我们50年代的这个汉语拼音方案 他总结了16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许多方案 其中14个方案 对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有贡献 你看我们这些方案呢 很多是来自传教士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讲文明的交流互建 实际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文明交流互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里面吸收了很多传教士 对汉语教学 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贡献 好 下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作为学科和事业的汉语教学 就是说刚才我们是新中国汉语教学 开课了 那么最初呢 实际汉语教学它有三种属性 工作 学科和事业 作为工作呢 那就是为学生补课 谈不上什么学科 也谈不上什么事业 那如果是学科的话 那就得有学理 就得有研究 事业的话呢 就得有一个事业的这种开展的推广 这方面的工作 那1953年呢 周祖摩教授 周祖摩是专修班的教师 他发表的一篇文章 叫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 这是新中国第一篇对汉语教学的论文 对当时的汉语教学产生很大影响 那1952年到1955年呢 朱德西教授被高教部派往巴加利亚教授汉语 在巴加利亚的索菲亚大学 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 1954年的朱德西张森芬在巴加利亚出版汉语教科书 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 也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第一部 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国别对外汉语教材 这本教材呢可能还要在出版 为什么今年是朱德西教授诞辰一百年 北大中文系搞了很多的这种纪念活动 也会把朱先生的一些手稿啊 以前没有发表的一些东西呢要接机出版 这本书呢1958年呢由邓一教授主编的汉语教科书 这本教科书后来被翻译成很多的 很多种文字九种 因为当时啊 这个汉语教科书很少 出了一本不容易 所以呢就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那么1962年高教部决定成立 外国留学生高等一位学校 64年根本由北语北京语言学院啊 简单的过一下啊 这是当时呢65年 我们北大的邱老师啊 教越南学生学汉语的一张图片啊 这有呢就是65年的时候 中国应越南政府要求接受3000名学生来华学习啊 部分学校承担的这个任务 1966年的文革爆发 留学生全部回国 然后呢 72年由北大开始试着恢复赵寿的学生 73年正式恢复赵寿的学生 当时恢复以后呢 主要是先在北语学习一段 然后到北到那个北大或者是复旦啊 是来来继续学习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1950年到1978年呢 中国呢一共培养了12800名留学生 主要由中国政府呢 听我们讲的经 12800名实际很少啊 你想28年 1万多人 数量非常少 去年 来华留学人数是49万2000人 你想这个数字就跟这个一比呢 就就完全当时这个数字 跟现在比没法比啊 那么汉语教学刚才我说有三种属性 工作学科和事业 最初呢 78年以前主要是做一个工作 给学生补课 到78年之后才开始有学科有事业 1978年改革开放 学界和教育部门逐渐明确了 都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 82年的都外汉语呢 列入学科目录 84年 语言学家王立 为语言教学研究刊物提词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 84年呢 北大成立汉语中心 88年呢 中国的国家育委正式文件 明确写道呢 发展对外汉语教学 是意向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那么学位招生情况 本科 85年的教育部 在四所院校设立 对外汉语本科专业 北京有两所学校 上海有两所学校 86年的设立 对外汉语硕士学位 98年设立对外汉语博士学位 07年呢 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2019年呢 正式设立 汉语国际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专博专硕都有了 那么目前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这个专业的名称 是2012年 进入学科目录的 我们有本科院校呢 360所 硕士学位授权点呢 到去年年底 是147所 博士生招生院校是27所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我们这些 叙述开案五啊 就不说了 那么 作为一个事业发展 首先我们说 87年成立了 汉语国际图广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是简称汉办 第一家控制学院 04年 世界汉语大会 05年 06年到18年呢 召开了13届 连续召开了13届 控制学院大会 到去年呢 控制学院大会更名了 更名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今年呢 刚才郝校长也说了 今年这个 汉办就撤掉了 控制学院总部也撤掉了 成立了什么呢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代替 代行原先的 控制学院总部的功能 还有一个 就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这是 代行汉办的功能 截至目前呢 汉语进入了六十 其实现在已经达到 七十个国家的 国民教育体系了 比如说 今天的九月 汉语呢 进入了这个 埃及的国民教育体系 就埃及的 以后呢 就要这个 有这个国家的这种 汉语考试 汉语教学 好 这是前边的 一些情况的简单介绍 我们有一个 global picture 有宏观的一个 印象 我们来看 这个教学法的 引界应用与创新 实际汉语教学法呀 我们知道西方这个基于英语的 特别是基于英语的 产生很多很多教学法 当然最古老的语法 翻译法 什么交际法呀 直接法呀 听说法呀 还包括近两年的 任务性教学法 很多很多教学法 在汉语呢 你如果你要看汉语的这个 教材的话 没有哪一本教材是标榜 是以什么教学法 专门的是什么教学法的教材 没有 不像英语 英语呢 比如说八十年代 中国的英语教材 比如说 广州外国语大学 当时广州外国语学院 李小菊老师 就编写了一套英语教材 就明确提出 就是以交际法 为指导的英语教材 但是汉语呢 就没有这样 汉语一直是 用的是 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法 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一些期刊文章 对汉语教学法律去介绍 比方说这个何子权 1987年 他在近代学报上 介绍当前几种 主要的二语教学法 包括中世纪欧洲国家 产生的语法翻译法 19世纪产生于西欧的直接法 苏联30年代到60年代 自决对比法 二战时期在美国产生的听说法 50年代法国的视听法 还70年代产生于 欧洲共同体国家的 功能意念大纲 但是提出一个建议 什么就对中国的 对外汉语教学体系 建立 提出了建议 怎么提出哪些建议呢 第一个就是 必须对我 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法的 历史经验进行总结 哪些是有效的 那么要坚持 哪些是需要反思的 对中国的语言教学法的历史经验 总结 这个有点重复了 然后呢 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理论研究 应与世界教学思想的发展相适应 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 要借鉴国外的这个世界的主流的教学思想 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 主要观点就是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 既要顺应世界外语教学法研究的发展潮流 又切记只对外人经验的一个简单的综合 不是把别人提出一个教学法拿过来 就在汉语上用就行了 你一定要两者要有个结合 这可能也是中国一个哲学基础 就是把国外的东西拿来了 为我所用 就是说 你也可以把这叫做实用主义 你可以把这个叫做一种明智的处理方式 就是说 来了之后 我不是说 你是什么样我就怎么用 我要改造 这个实际呢 也是中国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中华文化 两股力量 纠集在一起 此效彼长 相互作用 哪两股力量呢 一股力量就是包容 什么我都要 什么我都接受 没关系的 第二大一统 就是包容 第二就是批判 什么叫大一统呢 你得纳入我自己的体系 我才要你 你纳入不了我的体系 或者没办法纳入我的体系 那就会把你赶出去 所以呢 在对教学法的引接这方面呢 也是这个路子 没有说一定说 完完全全的按照 西方的 什么教学法 要改造 要适合汉语教学 要综合 吕碧松教授 1989年的一篇文章 对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发展 做了一个总结 说50年代 60年代 是初创阶段 翻译将决语言知识 语言技能训练 全面要求综合教学 阶段测重等等 基础阶段 以因素和语法为刚 采取演绎法教 演绎法的这个教学 演绎法就是 给你一个例子 然后呢 你举一反三 做更多的练习 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 是改进阶段 提出了一个实践性原则 提出一个经讲多练 说做不到经讲怎么办 那就少讲多练 总之呢 要让学生多练 要以语言实践为核心 还有一点呢 提出了非常好 就相对直接法 就是学习内容呢 结合学生的专业 有所侧重 实际这个理念 是非常先进的 这就是后来的 实际是基于内容的学习 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 然后70年代初 就80年代初 一个探索阶段 学习语言 为了在社会交际 专门提出了一个交际 就是交际法的一个 这不是交际法 就提出了一个 语言教学的目标 是为了社会交际 同时呢 引进了巨型教学 但巨型教学是 哪一种教学法的场合 巨型教学实际是这种 基于美国结构主义的 还有这个 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的 这种教学法 我上初中的时候 每一课都有一个巨型练习 你看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不是说只认一种方法 它是把几种方法 混在一起用的 这个时候呢 开始注意语用和文化 交际文化的教学 对这个交际 过去 为什么 过去一直被批评说 中国人学英语 就是从英语教学来说 是哑巴英语上 就是说 不注重了一个交际 这个时候呢 开始呢 就在汉语教学界提出来了 开始注重 与用和交际文化的教学 到八十年代改革阶段 加强与用和交际文化的教学 也是这样 这还是这篇文章啊 吕碧松 就是提出来呢 以训练语言技能和培养交际能力 为主要目标 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学习目的 确定教育内容 还用采用结构 情境和功能相结合的结合方式 还用不同的方法 训练不同的语言技能 这是提出来的一个综合法 那么吕碧松 1983年有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的观点呢 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启示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是二语教学 学习二语的特殊性 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 对外汉语教学是外语教学 学习外语的特殊性 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 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教学 汉语本身的特殊性 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 所以呢 我们要教小 教好汉语的话 就是要注重这三个特殊性 作为二语的特殊性 作为外语的特殊性 还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这是这个这些观点呢 我觉得直到今天 仍具有很大的一个启示意义 任远呢在1994年呢 一篇文章就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 回归于窄望 他是总结了五六十年代的汉语教学 做了一个归纳 我们就不说了啊 然后呢特别有一点说呀 就说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同国内语文教学的区别 其实这说的这个判断呢 可能有点过 是最初实际 比如说我们说七十年前 对这一点呢是认识不足的 所以才叫语文专修班 中国语文专修班 而到了北大还叫中国语文专修班 一直到了五九年 还是非洲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在北外还叫语文专修班 也就到了最早 据说是最早提出这种汉语的 是五十年代末 就是说要应该用汉语而不是语文 是认识上有个过程 这是赵基敏老师的一个总结 就说 就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汉语教学一直采用的综合的语言教学法 那么到五十年代中 东欧教化成中国语文专修班开始的时候呢 邓一延续了赵严任的教法 就是汉语综合教学法 后来啊 到了六十年代有个相对直接法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概念 即在吸收直接法的同时呢 不排除翻译法的某些环节 如生语翻译 适当地用外语指点语法 这个呢 还是一个综合法 尽管它叫相对直接法 但就吸收了直接法的同时 不排除翻译法 而且呢 可以用这种 这个外语来教 用这个学习者的母语来教这语法 这是赵敬明老师的另外一篇文章 还是同样一篇文章 抱歉 到了七十年代呢 博彩仲长 不读法一家 到了八七年呢 汉语教学学界对综合教学呢 基本形成的共识 还写到了文件中 就是汉语教学法 是什么呢 是集传统法 听说法 句型法 直接法 功能法等理论与实践 于一身的 互为补充的 以结构和功能相结合为主的方法 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来说 从理论到实践 看来是可行的 还有另外一句话 我们主张 以结构为主的 以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方法 是一个综合法 所以说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啊 尽管这个花样翻新变化多端 但是呢 以结构为刚的综合教学法 一直占主流对位 这也是汉语教学的一个 教学法的一个主流 那么吴永毅老师 2018年前年呢 发了一篇文章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上中下 教学法是一个复杂龙总的概念 上位的概念就是 教学法理论 中位的概念呢 就是教学实践过程的方法 下位的概念是 教学技巧和技能 是上中下 三个层次的问题 是吧 还有就是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啊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教学 开始关注呢 教学模式的研究 不仅仅法了 那么模式的话呢 跟法可能不一样 法的理论的东西多一些 模式呢 可能实践层面的多一些 还有就是借鉴吸收各种二语外语教学法的理论 进入新世纪后呢 主要有任务性教学法 愉快教学理论和后方法教学思想等等 这后方法呢 极大成论就是那个 一个叫库马教授上 他出版了三本书 四本书了 都讲的后方法理论 后方法理论是就跟前边来说是一个颠覆 后方法理论认为 教师是教学的核心 而交际法认为学生是学习的核心 是学习过程的核心 实际是 后方法呢 有很多新的提法 那么赵金明老师2014年一篇文章 就复利特定语言的语言教学法 他提出这个汉语教学呢 有三个层面要考虑 一个是思路 一个是教法 一个是计法 思路呢 就属于这个 教 教这个某种技能的时候 怎么来教 你比如说听说领先读写跟上 这个是什么思路呢 就是先语后文 先说 到离定阶段 再开始接触这个汉字 要求写汉字 先语后文 先识读 后能够书写 还有声调去学 先语后文 这是汉字教学 然后声调教学 然后还有整词教学 还有整体识字先读 先语后写 结构 组块 词组 本位 经养多点 这是一些思路 那么教法 就是灵活用各种教学法 计法呢 就教学组织计法 具体教学技巧 这也是三个层面的 跟刚才 吴永逸老师 总结的 那个教学法 吴永逸老师 总结教学法 还有那个 就是教学实验过程中的方法 还有具体的 语言技能 教学技能 教学技巧 跟这个是 就这个 类似 思路 教法和技法 那么这几年 有一个提法 就是文秋方老师 根据英语教学 提出了一个 产出导向法 后来北外 朱永老师 带了一个团队 检验这个 产出导向法 在汉语教学中 能不能用 也写了一些文章 就是这个呢 在汉语教学中 是可以用的 而且效果也不错 朱永老师 正在带领一个团队 在编写教材 就是产出导向法 为指导的 这种教材 文秋方老师 提出了一个 产出导向法 的理念呢 有这么几条 一个是教学理念 一个是教学假设 一个是以教师 为中介的教学流程 不是以教师为中心 是以教师 为中介的教学流程 这是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 这个文老师 这个产出导向法 那么汉语教学法 的发展的一个展望 赵金明老师呢 89年 有一篇 回顾的文章 座平 说汉语教学纵合领域 有三方面的规律 语言 iso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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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 语言 意义 符 z 探究语音、汉字、词法、句法、语用等汉语本体知识 是对语言现象的具体描写 以及对语言本质和特点的概括 这个就是一个语言规律 汉语学习规律是指不同年龄、不同母语背景 和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如何学习汉语 核心问题是语言习的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汉语教学规律 是汉语语言规律 和汉语学习规律的一个综合体现 由两者共同决定 这个是提出的三个规律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扩展开 比方说语言规律 语言规律要想找到汉语的规律 首先一定要注意汉语的事实 要基于汉语事实 基于汉语事实 首先第一个就是汉语其他语言的关系 就是说研究视角 要基于汉语的事实 当然了 现在汉语法呢是用的西方语法的一些概念 构建的汉语法这个大上 所以你要完全 只要你这个系统不改 你完全这个 就没办法是完全 从汉语实施的角度考虑 但有些时候呢 我们呢至少要多做一些这种语言的一些对比 是吧 我经常说这个研究视角变了 可能你的问题的答案就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说有和无的问题 这有和无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从印欧语言的角度看 汉语呢 就是 比如说 印欧语言有实体 态 性数格 那么 用这种观点来看汉语的话 汉语就是无 印欧语 印欧就是有 那么 但是如果你要从汉语的事实来看的话 汉语呢 没有这些实体态 性数格 那么 当然体是有啊 折禄过是体 没有这些 那些曲折变化 那么从汉语的角度来看 印欧语言的话 就是 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印欧语言的那些实体态性数格 你那些曲折变化 有用吗 我们汉语不用这个也能表达呀 不应用我们表达思想 所以这就是一个有无的关系 还有 如果你从汉语的有 那看印欧语言有些也是无啊 你比如说 汉语这个有汉字 印欧语言没有 印欧拼文字 直接拼 我们这个汉语呢 有汉字 所以呢 就是有无的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用 用 其他语言 的特点来要求汉语 当然也不能用汉语的特点来要求其他语言 要充分注意到 注意这个语言的 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那么还有呢 就是汉语呀 要做着汉语自身的特点 汉语自身的特点呢 比如说啊 当然特点很多很多呀 我们这里呢 这句两点啊 你比如说汉语的自私关系 你研究汉语 教汉语 这个是躲不过去的 自私关系 你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非常好的图书叫 《博客书虫系列》 那书虫系列呢 那个starter就是level 它一共六级 然后再加一个starter level 一共是七级 starter level是250个单词 最常用的250个单词来讲故事 如果你把这个思路放在汉语上就有一个问题 汉语到底是以词来算还是以字来算 最常用的词还是最常用的字 那么你编写的时候思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汉语在编写这一类简易读物 分级读物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 汉语还有一个特点 就语篇语剧法的关系 我经常说呢 汉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语篇压迫剧法 这个剧法呢 就说你刚讲语法 觉得讲得挺好 学生马上下课了就问你一个问题 说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说呀 跟你刚才讲的语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问的问题 那个语篇变了 语言环境变了 语言环境改变的话 剧法可以跟着改变 就是汉语中这个语篇非常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让我们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 让汉语母语者呀 来判断一些句子 是不是合乎语法 有些人判断就合乎语法 有些人判断就不合乎语法 说为什么 实际每个人想到的语境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到一个语言环境 那么很多不符合 单独作为句子判断不符合语法的 在一个语言环境中可能就可以接受了 是一个害语篇和句法的关系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研究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像社科院沈家轩老师 他提出的一关思维模式的这种英汉查语 他没说中外 他是英汉 你比如说 很简单的英语 我们就时间关系 我们简单的过 就是英语呢 主要靠这个主位关系 主位结构来表达 而汉语呢 说什么 对言格式 什么叫对言格式 你比方我们的这个成语吧 四字格成语 他不就是一个对言吗 一清二白 朝三暮四 五言六色 七上八下 十拿九稳 千钧万马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种对言格式 一清二白 这个一二什么意思 没意义 你不能说一清二白 这个一还是万 二还是二 他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这个一五一五一十 既没有一也没有 更没有十 他为了完成一个对言格式 这就是汉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么语言教学规律呢 我们要注意说 外国人学汉语和中国人学外语 有没有可相互接见的地方 还有母语背景 对学义汉语有没有影响 比方说英欧语言背景 和汉字文化圈背景 有没有影响 还有啊 中国人学汉语 经验的能否用于外国人学汉语 你比方说中国人学汉语 中国人学语文吧 咱们别说学汉语了 那么都有一个过程 背 那小学 小学 反正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所有的语文课文 语文课文都能背的 然后背古诗背古文 北大副小时 小学毕业的时候 要求每个学生能够会背 两百五十首古诗文 那么这个方法 对中国人来说 行之有效 确实有用 形成语言的语感 然后呢 有些能够用 还有呢 比方说古典文化 四十五经那些东西 他也作为一个人呢 品德修养的一个方面 那这些经验 能不能用于外国人的汉语 经常我们就说 外国人不讲这些 他们不背 但是他 现在学了汉语了 我们要不要求他背诵 或者至少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东西 让他们来背诵 背诵 反正我在韩国 教汉语的时候 我是要求 我的学生会背诵会背诵 跟要求中国学生一样 后来他们开始接受不了 当时我是在高中下呀 因为他们要 要到北大来读本科 他为了 来北大读本科 那么汉语就必须过关 所以呢 还好 有重压之下 还能坚持 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这个项目 结束了 问韩国同学说 你认为学汉语最好的办法 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他们给的答案非常同意 是会背诵会背信 也就是说 这种这个经验 对外国人学汉语 可能也是适用的 当然了 我们要用的适度 不如说什么都背 就是说 可能有选择的 背一些东西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由教学法 到教学原则的一个改变 这个时间关系就都不说了 那么汉语教学法的发展 就是要基于汉语的事实 基于学汉语的事实 基于教汉语的事实 还有一个 就是教学法 到教学原则的一个转变 最后呢 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跟这个 我们县上教学 有一点点关系了 时间关系 我就不能展开 三教的变与不变 今天呢 我们北大有个 北京大学第二届 世界汉语研讨会 我们的主题就是 汉语教学的变与不变 这个主题呢 是去年这个时候选的主题 今年呢 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了 为什么今年 遇到了真的变的问题了 就是现上现下 这个变化 那么三教我们都知道了 教师教策教学法 那么教师 赵金明老师认为呢 国际汉语教师 应该具备这方面的知识 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 教学技能 教学素质 那么李全老师呢 认为那有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 基本素养 崔西亮老师呢 概括了七个方面 不说了 那么变化是什么 第一个本土话 刚才那个 好校长说 说 中多老教师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本土话教师多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这个呢 这一点呢 在比方英语国家 可能中国人学英语学得比较好 然后留学 然后就留下来 在那边工作 所以在英语国家呢 汉语教师主要由 母语教师承担的 但是 未来 肯定要有个本土话的 这个过程 总的来说 就说 刚才 哈校长说 中东实现了 可以说教师的本土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本土教师短缺的问题 可能也存在 国际汉语教师缺口实际是很大的 说我们不是每年都培养吗 对 每年都培养 中国也培养 国外高校也培养 但是呢 比如说在亚洲和非洲 一些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 他学好了汉语之后 他不一定说当这个中文老师 那他可能找到一个中资企业 找一份工作 可能比当老师收入多好多倍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就有点像 当年八十年代 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 回到中国 你会外 那一般来说 都是先到外企工作 很少说把这个作为英语 当英语教师作为首选 跟这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外派教师呢 它是只是一定时期的临时做法 不可持续 有两个操作层面的原因是呢 外派教师难度增加了 还有就是国外的教学的 多样性差异性 与我们派出的老师 常常出现不匹率的现象 所以说教师本土化 是汉语教学本土化的一个核心 变化第二点呢 就教学环境 比如说泛在学习 随时随地 特别是这几年 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 木课 微课 直播课堂 在线研讨 特别是这种 这次疫情 把我们推动多年 而效果不张的线上教学 一下子就变成了常态了 那我们这儿呢 我这儿有一个例子 木课 比如说到2019年底 全球公共木课平台 13500万木课 1.1亿木课学义者 900多数大学参与 那么到2019年3月 中国的木课平台 12500万木课上线 超过两亿人次学习 有几万门木课 这个呢 就是 也就教学环境改变了 比方说2014年9月 我们北大出了一门木课 叫基础汉语 这门木课 到2018年底 选课人数达50万 到目前的超过80万 这个是过去传统教育 无法想象的 那么教师角色 也有变化 这个我就 我就不说了 我们时间关系 没时间展开 比如最简单的 那个例子 我们过去 线下教学呢 学生看的是 老师的全貌 老师的这种 个人的魅力 是通过多方面来体现的 但到了线上 现在如果说 我打开这个线下头盗 那就是一个大点吧 那么你在线上的话 你这个教师角色 怎么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你的教师的魅力 来自于何方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教材的变化也很大 我们纸板教材 很多很多了 这是中山大学的 教材研究基地 还有一个统计 到2017年底呢 他那个教材库 收录的是 17800多册 多种这个教材 当然这几年 教材变化也很大 比如介质多媒体化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但变化之一 未来有什么变化呢 比如说 专门用途 或者是基于内容的教材 一定要有很大的需求 就是说 比如说 职业教育 专门用途的 这种教材会 会是一个趋势 还有一个介质 数字化 数字化教材 那么如果是 数字化教材的话 肯定与我们纸板教材 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最大的就是 这种四化 我觉得数字化教材 就特点了 素材化 碎片化 可视化 叙事化 跟我们的纸板的 单维的那种教材 不一样了 那么教学法 也会有变化 你比方 变化之一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就教学法 像教学原则的 这种转移 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 就线上教学模式 和教学法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把课堂 搬到了线上 那么学生 在线上学习 跟线下学习 这个学习 教学法 有什么不同 学生 对学生有效的 或者能够吸引学生的 教学方法 教学模式 是怎么样的 这都需要研究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有这种 线上的资源 这么丰富 那么学生 在看你这个 线上资源的时候 在看你这个目课的时候 他为什么 大多数人都在两分半钟的时候 停下来不看了 到底什么样的东西 能吸引学生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课上 线上教学 我们怎么互动 这都是一个新问题 需要我们研究 这就不说了 时间关系 所以今天呢 时间关系 后边讲得特别的快 抱歉 我们就涵盖了 这个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新中国汉语教学的发端 结合我们这个中多欧的培训 我讲一下 中多欧 来华留学 是开启了来华留学 也开启了新中国的汉语教学 就是从中多欧的汉语教学 专举班开始的 还有介绍了作为学科和事业的汉语教学 也是因为今天汉语教学70年嘛 讲了讲了一些 然后讲了一个汉语教学法的引接英语创新 主要是强调的汉语教学法 一直用的是综合的方法 尽管也吸收了各种教学法的一种特点 但是他一直没有说 完全的用 基云英语语言的某一种教学法 一直采用这种综合法 最后呢 对汉语教学法的发展做了展望 特别是线上教学 或者说新形势 新形势下 我们这个三教问题 挑战当然也面临一些机遇 好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老师 请老师们批评指账 谢谢